李文告別事上二姐送別親友時 無預警崩潰 哭得撕心裂肺 甚至疑似一連串的吼著 她害死我妹 不過這時現場直播突然消音 幾分鐘後才又恢復 雖然沒指名道姓 但這時間點耐人尋味 因為在二姐致詞時 其實堅強無比 她會說 今天你可以選擇去很多地方 但是你選擇來這裡 所以我謝謝你 號稱天后製造機 同時也是李文的伯樂 姚千 除了擔任弗林人 也到會場送別 我當了三十年 幸福的姚大哥和謙哥 我覺得我很幸福 還有情童姐妹的蕭雅軒 更是直奔香港 送李文最後一程 好友珍妮戴著墨鏡哭著說告別式這一天原本是要和李文一起共進晚餐 現場每個人都被悲傷情緒淹沒 而鏡頭也捕捉到李文的富商老公帶著兩個女兒坐在第二排 並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 只是李文的咒勢還是讓無數親友帶來無止盡悲痛 粉絲齊劇李文告別市場外大聲合唱李文的經典歌曲 就像是在說這是最後一次了該有粉絲唱給李文聽了 李文告別市晚間六點開放粉絲陸續進場悼念 外場等待的粉絲對舞綿延到看不見鏡頭 甚至還有抗議富商老公Bruce的聲音出現 不過大多數的粉絲收起憤怒情緒等再久 都要和李文說上最後一句話 不來會遺憾 很遺憾 因為我都沒看過他的演唱會心裡面很疼 告別市現場播放影片 細數李文出道27年來的點點滴滴 眾星們一起懷念永遠的天后李文 我們不會忘了你的音樂 更不會忘了你 請繼續當個開心唱歌 開心表演的天使吧 Coco是一個非常之甜蜜 在我人生裡面見過最好的一個前輩 還有劉德華 莫無畏 張學友 導演李安等等 不少大咖都現身VCR 也希望李文能到另一個世界 繼續開心唱歌 在臨情緒光沙遊林靜庭 香港報導